还有忘记这同修念经的时候 他想问师父会观想自己坐在天上的莲花上 感觉很清静很舒服 如果经常一念你感觉自己在天上 是不是灵魂真的上去了 这样会不会魂魄离生啊 如果他当时的感觉真的像真的一样 完全就是魂魄上去的话 那经常这样也不是太好 因为这样的话会提早走他 会提早上天的 如果他能够这么纯洁的话 所以观想这个东西 是人家法师啊庙里和尚尼姑啊 他们无所谓 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愿意上天的 你愿意不啦 你家里还有父母 上有老下有小的 你肯走不啦 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学偏差 他是做他是人间 他是一般的人 他还有家庭 人家法师是现身啊 完全就是没家没孩子 什么都放弃了 所以他可以打坐 他死了都没关系 因为他马上上天了 那你行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学 学法师那个一套东西 他学了之后 他自己就偏了 为什么 他不一样的 你级别不一样啊 对不对啊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不是军人 你天天拿个枪 可以不啦 你是军人才拿枪呢 这还不懂啊 嗯 好啊 明白了 好的好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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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